GDP有發一個有趣的問題是 如果說賈跟妳走在路上 然後看到一頭糊糊 然後賈跟妳說 如果把那一頭糊糊撕掉的話 我可以給妳一百萬 那妳真的把它撕掉 那對我們GDP有沒有影響 有 撕掉一百萬 你們同學有不同意見 什麼 不管有沒有實際要交易 然後財政部的這個稅務關有再長 都可以啊 沒有差 那為什麼會增加一百萬 同學 沒有沒有 我只是吃下去有沒有沒有 沒有 這不是我們那個 服務學比課程要一十七年 的課 為什麼會增加一百萬 對啊 你負GDP增加 你負GDP增加 就是說賈 賈跟妳這麼賈 然後妳真的吃下去了 然後增加一百萬 然後接下來走著又看到另外一頭糊糊 然後妳說賈妳把它吃的話我給妳一百萬 那賈真的吃了 然後賈妳增加一百萬 所以GDP就增加兩百萬 你負GDP啊 那妳說賈權這些會不會有很多 對啊 那那個網路那個結果是錯的 同學 一個基本的觀念是 妳的所得 妳之後所有會有所得 是因為妳把所謂 把妳所謂擁有的生產要素投入生產 那剛剛舉個歷史當中 有沒有任何生產行為 沒有 有沒有任何產出 沒有啊 那這個只是他們兩個 私心的財務全分配的 對一國的GDP 不管是銘木的還是實質的 都沒有儘持 好 好 那我接下來介紹那個四章 那邊就一個Cosso的第一名 這個 兩者是活成產 或者生活成產 很兩 好 那課本一開始舉個例子 在1931年 在美國的知名呢 這個放球年薪Baby Luce 那他年薪的是八萬 那時候的年薪是八萬美元 好 然後在2010年呢 紐約陽機隊 排中間的年薪是五百五十萬 五百五十萬美元 然後最高的是這個Era 他是那一年的 年薪是三千三百萬美元 好 那大概就是最高薪的 然後Baby Luce那時候 那時候應該也是最高薪 好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這個Era的這個 Era的這個生活水準 一定是比Baby Luce要來得到 那或者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辦法去比較出他們兩個人的這個生活水準 比較低 好 那 其實這個 因為這個 因為Baby Luce那時候的這個物價呢 要比現在低很多 好 所以 雖然這個Era的這個年薪呢 也包圍著Baby Luce 可是我不曉得那時候物價低過 低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我們不行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判定 判斷他們兩個人的生活水準 來得比較高 來得比較低 好 那大家可以想像 我們不要比這兩個 你比你自己本身 如果說你開始工作了 你的這個年薪 你的月薪是兩萬塊 十年之後 你的月薪是四萬塊 那你的生活水準有沒有提升 有沒有提升 這要看誰 這要不知道 要看誰 對啊 這要看 這時候的 你DNA年物價數值 跟十年之後物價數值 你十年後的月薪 雖然你是剛畢業的時候的兩倍 可是物價如果說是現在的 如果說十年之後物價是你畢業的時候 那時候的十倍的話 那你大概可以想像出來 你的生活水準並沒有提升 是下降的 因為你的 你從購買的這個商品數有大量減少 好 那所以說呢 我們要判斷這個 判斷生活水準高低 我們要判斷不同年間生活水準高低 除了要知道所得之外 我們要知道這個不同年間有那些年間的這個物價水準 好 那就是說 如同課本所提到 你要比較這個baby lose 還有現在職棒球員的生活水準 好 我們要找到一個可以將不同時期的金額轉換成購買力的這個方法 好 那這個就 我們透過這個CPI 這個consumer 白石一個CPI 好 然後就可以讓我們看 比較不同時期金額的購買力 然後進了比較這個 不同時期的這個金額 生活水準 好 好 那這個CPI呢 會反映這個生活成分 好 那如果說你 生活成分 比如說這個 我們去年的CPI年增率大概是2% 好 那可是我們這個 我們的這個 平均的薪資呢 增加大概只有1.4% 所以我們這個經過1.4後 我們勞工的這個 薪水的這個扣買力 好像是下降1.6% 好 好 比如說 去年的CPI上升到2% 好 那如果說你的薪水也上升到2%的話 好 那你被購買的這個商品的數量很略 好 那也是我水準也所做的 好 可是呢 我們實際的情況是 我們去年的平均薪資大概是上升到0.4% 然後平均物價呢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大概是2% 所以這之間呢 就差白是一點點 好 那就這個 這個我們的這個 雖然我們的薪水是有增加 可是呢 它增加的比率呢 小於這個物價上漲比率 跟我們的這個 從購買的 你的薪水的購買力反而是下降 好 那經濟學用影飛群呢 來描述一般物價持續上漲的現象 那影飛群類就是 物價水準的這個上升的這個難分 好 那只是說我們用什麼來代表這個物價水準 好 那我們之前提到這個 GDP評點指數 好 可以代表這個 可以代表物價水準 然後它變動率就是 可以用 可以用來代表這個 代表這個影飛群類 好 那可是呢 通常呢 我們拼到這個 這個影飛群類呢 是用這個CPI變動率來 來表示 好 那這是因為 這是因為呢 這個 這是因為這個CPI呢 它 它所衡量的是 一般的消費者或典型消費者 它所會購買的這個商品跟服務的 這個 的這個 的這個 好 我們先看這個 我們先看這個CPI這個 是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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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出來的 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 綠有GDP 然後它變動呢 反映的是這個 產量的變動 然後什麼樣 達到這樣的結果 就把價格固定為基形原的價格 所以它所計算出來的 值的變動 純粹來自於產量的變動 好 那相反的 我們要 我們要用CPI呢 CPI它的變動呢 能夠反映出價格的變動 所以我們要先避免出數量的變動 好 那所以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要固定一兩尺的這種商品 好 然後 首先我們要決定哪些 哪些商品呢 是一般消費者 一般消費者所謂的購買 那我們就把這一 我們就把這項商品放進這一男子裡面 然後而且呢 消費者 對消費者越重要的這些商品 它比較常買 比較多買這些商品 那我們放進去的數量就越多 好 那所以說呢 所以說這個我們主技術 在計算 那在編制這個CPI的時候 首先呢 它會固定這個一男子的這種商品 好 那 然後 看哪些商品是典型的消費者 它會消費的 而且 消費越多的話 這一男子 這項商品的數量換的就越多 來反映它的這個 來反映它的這個重要性 好 然後接下來呢 這主技術就會去仿價 找出這些 放在一男子商品的這些 放在這一男子裡面這些商品的這個 這個價格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 有了價格 然後有了這個數量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你要購買這一男子商品的話 你總共要花多少錢 就是說我們可以計算出這一男子 這一男子的這個成本 好 那這一男子的成本之所以會變動 因為我們這個數量是固定 所以一男子的商品 一男子的成本 你的購買成本會變動 純粹來自於什麼 純粹來自於價格的變動 好 所以說呢 我們這樣所編制出來的路價指數 它的變動 純粹的反應就是 就是價格的變動 好 好 那第四個步驟呢 第四個步驟呢 第四個步驟我們就選一七七七年 然後計算這個消費者物價指數 好 那你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就是什麼 我們可以算出 剛起一男子的商品跟服務的價格 也就是那一男子的成本 然後呢 然後你再 然後也可以算出機器年 用機器年價格所計算出來的 那一男子的這個成本 那這兩個一曲 乘100的話 那就是當期的消費者物價指數的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說是機器年的話 你分子就換成七七年 那所以說這個只會是雷年 所以機器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一定是100 好 那如果說你當期的這個價格上漲 上漲的 平均價格上漲 好 那它的CPI的值呢 就是超過100 比方說是100 100 100的話代表說 如果說今年的CPI是110的話 代表說今年的 看消費者會買的這個商品 相對於機器年來講的話 相對於機器年來講的話 平均上漲10% 好 那第五個步驟呢 你有了每年的CPI之後 你就可以算出這個領培均勒 好 就是相零兩年的 相零兩年CPI的變動力 那我再審商 好 所以這五個步驟呢 首先呢 是固定 首先呢 是固定這個 這個 依然指的這種 依然指的這種商品的內容 的種類跟數量 好 那接下來去仿價 然後仿價之後 你就可以計算 每一年的這個依然指的 你要購買這個依然指的商品 的話 你的這個成本 你的總支出是多少 好 然後接下來 你就可以這個 當然選定每一年 當作機器年 好 然後例如我們剛剛這個公式 我們就可以算出 每一年的這個CPI 那機器年CPI 一定是100 好 那接下來 你就可以利用CPI 來計算這裡 培訓率 好 就是相近兩年的 這個CPI的變動 變動百分比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客門取的歷史 好 那這個 這東西這個 年份呢 你看到客門的年份 那這應該是2010 2011 2012 好 好 那報仲 身為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那這是 這是 假設這個 這只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假設你這一籃子裡面放的是 四根熱朵 跟兩個漢堡 代表說消費者他比較喜歡吃熱朵 所以熱朵放的數量就比較多 好 那這是這三年的 三年的熱朵價格 還有這三年漢堡的這個價格 好 這是第二步驟 那第三步驟 你就計算出 每一年 這第一籃子商品的這個成本 好 然後當年 當期的這個價格 乘上這個 每一年都相同的固定數量 好 那你就可以算出了 這每一籃子的 每一年 每一籃子的這個成本 好 好 然後接下來選定機器人 好 那機器人 比如說用第一年 當作機器人 這也是錯的 這應該是2010年 好 好 那 然後我們剛剛這個公式 就是呢 你當期的一籃子的這個 這個 這一籃子的這種 價格 或成本 好 那出於這個 機器人的這一籃子的成本 好 那第一年的話 是機器人 所以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成本都是 這一籃子的成本都是一樣 你算出來CBI是等100 好 那你看到什麼 看到論者指數100的話 代表說他就是機器人 好 然後呢 那第二年 第二年CBI 這一籃子的成本是14 然後處於機器人 然後再乘100 那又等175 175代表什麼 平均來講 這一點相較於上一 這一點相較於機器人 這兩樣東西的價格 平均來講 上漲百分之75 好 那也可以算出第三年的這個CBI 然後他是250 250塊 好 那最後利用這個相近兩年的這個CBI 好 他的變動率 你就可以算出這個 所以他免得這個儀胃訓隊 這CBI的介紹方式有沒有問題 是相近兩年的 你要算從2008到2009 平均來講的話 你的物價這些 這一籃子 這一籃子商品的物價 平均來講上漲多少 你就用相近兩年 你就用這一年的CBI 或者要上一年的 然後再處理上一年的 好 那這個是CBI的這個 CBI的這個計算方式 好 然後 然後 這個美國的話 是他們勞工部的勞工統計局 在 在編制這個CBI 在做這個CBI編制過程 台灣的話 行政業主席走出 好 然後 接下來呢 除了這個 除了CBI之外 那他們也會 比方說 特技大部會區 比方說緬約 那他們的這個CBI 然後呢 他也會分類 比方說 食物類的 食物類的這個CBI 食物類的CBI 能源類的這個CBI 好 那你可以算出他們的 這些 創意比較小的項目 他們的這個水準 他們的價格水準 還有他們的變動力 好 然後呢 這個統計大會也會計算 這個所謂 這個生產者物價值數 是 producer price index CPI 是 consumer price index 然後生產者物價值數 是 producer price index 好 他很厲害的是這個廠商 他所購買的這商品跟 勞務的EIF成本 他所購買的這商品跟勞務 也就是說他所購買的生產要素 這個PPI很厲害的是 這個廠商所購買的生產要素的成本 所購買生產要素的價格水準 好 那通常呢 當這個廠商呢 他所購買生產要素價格上升的時候 代表他成本上升 那廠商加本求利呢 就會提高他產品的受價 然後CPI也會跟著上升 好 那所以說呢 所以CPI通常被視為CPI 你先指標 也就是說如果 我們看到CPI漲的時候 那接下來我們通常也會看到CPI是漲的 好 那我們主技術也會公布這個CPI 好 那你的CPI呢 就等兩次我成本的變化 你看你指數越高 因為你的數量是固定的 你指數越高 代表說你的這個 你這些 這一籃子商品的這個價格 就越高 好 那你要購買這一籃子商品的話 你所需要的支出 就越高 代表說你的生活成本就越高 好 所以說CPI呢 就主要在衡量生活 只要衡量這個生活成本的這個水準 然後他變動的話 那你培訓內就衡量生活成本的這個變成 好 好 那後面角度來講的話 如果說 你的這個 你的CPI從100增為200 好 代表說 比你來講的話 你這一籃子的商品價格就漲了一倍 那你要 你要購買這一籃子的商品的話 你的所得勢力要增加一倍 如果說你可以購買這一籃子商品的話 代表說你的社會水準不變 那可是呢 他這一籃子的成本上漲一倍 代表說你要購買這一籃子的這個商品 那 那 那你的生活水準不變的話 你的所得也要增加一倍 好 那所以說呢 這個CPI的 其他有這樣的 這樣的這個意涵 好 那CPI有三個問題 有三個 有三個問題 那他哪裡解決的 那他一解決呢 我們就不接受 好 那我接下來看這個 GDP評檢指數 不要先看GDP評檢 我們先看那個 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提到的 台灣的這個 平均薪資的 平均薪資的購買力 又回到十幾年前的水準 好 那這個怎麼看呢 好 那這次呢 這幾年 豐月跟胡月 台灣的平均薪資 那薪資呢 分為經常性薪資 就是你每個月月薪 還有 歸經常性薪資 就是包括你的 就是包括你的 你的獎金啊 聯絡獎金啊 績效獎金啊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還有公司 雲工的分統的部分 也算是你的收入的部分 可是並不是說每個月多有 通常是聯絡才有 好 所以說這 平均薪資 整個是 你這個 你這個 你這個勞工呢 勞工呢 他這一年來的 他這一年來 所領的所有的這個 平均每月勞工 可以取得水準 好 然後在80年的話 這 不會更無業呢 平均薪資就兩萬 這個 每個 是每個月的平均薪資 是兩萬八千八百多塊 兩萬六千八百多塊 所以有個月有的高 有的 有些月低 可是這一年平均來講 每個月的平均薪資呢 是兩萬六千多塊 然後呢 在這個 這個 這個 各位朋友 這個 最新的數字剛出來 我真的沒有看 在 去年 去年這個水準呢 是四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塊 這很緊 四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塊 好 那 那 那這段期間呢 這段期間 我們的這個 薪水是有漲 那可是呢 勞工的購買力有沒有漲 那 那要看什麼 要看 顧價的上漲程度 對不對 這大概漲了 漲了 1.7倍 所以 到四萬五千 四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塊 大概漲1.7倍 可是呢 你CDR呢 漲了多少 有沒有超過1.7倍 沒有漲程度 這是 喔 沒有漲程度 這是原先的 原先的 我們看某一點 我們看這一點 這個 我們要看的是 我們要看的是這幾個 我們要看的是這幾個 好 那這是呢 這個 這個 主基數呢 所公佈的 每一年的這個 平均的CDI的這個水準 好 然後 十指薪資 就是 平均薪資 處於這個CDI的這個水準 你的十指薪資 就是 你的這個 銘木薪資 要處於這個 處於這個 處於這個CDI的水準 好 簡單寫成 W出於P 就是這 十指薪資 就是 平均薪資 處於這個CPI的這個水準 好 那它為什麼稱為 十指薪資 好 因為它的變動 很想要的是這個 你的貨買力的變動 比如說 你物價給寫Z100 然後你每個月薪資三萬塊 好 那如果說呢 你的物價 如果說呢 你的物價從Z100 變成Z200 的話 然後你的月薪呢 從Z30000變成Z200 的話 那你從購買的商品數量 你沒有改變 就沒有改變 對不對 那可是呢 如果說呢 你的物價指數 CPI從Z100變成Z200 可是你的薪水呢 也只在Z30000 那表示說什麼 老實 你同樣Z30000的薪水 可是因為物價漲了一倍 那你的薪水沒漲 所以你所購買的商品數量 是變成原先的一半 好 那所以說 十指薪資呢 它是明目薪資出入物價指數 然後它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量的概念 它衡量的是 這個勞工的 它的薪水的購買力 所以說 所以說這一欄呢 就是實質薪資 就是明目薪資出於這個CPI 從這一欄數字出於 這一欄數字出於 這一欄數字 我們可以算出這個 實質薪資 好 然後你可以看呢 95年 CPI是100 代表說那一年是機器年 那一年機器年呢 你可以看到它明目薪資等於它的實質薪資 因為它處理 因為它處理100 你可以把它看成它處理1 所以它的這個 實質薪資等於它的明目薪資 應該是這個處理 這一欄數字應該是這個處理這個 再乘上100 所以說機器年來講的話 這兩個是相反 好 然後呢 我們以機器年的實質薪資呢 為100 也就是說 它在處理這個數字 然後再乘 這個每一檔實質薪資 出於這個機器年這個數字 然後剩100 好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數字 好 也就是說呢 你的這個機器年的實質薪資 我令它為100的話 好 那以下80年的實質薪資呢 就只有80 也就是說 這時候的實質薪資 民國80年的實質薪資呢 只有177年的8成而已 好 也就是說呢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那時候的薪水 按照那時候的價格 所購買的商品數量 只有177年的8成 好 那從這邊到這邊的話 你表示 勞工的這個 生活水準有沒有改善 有改善 因為它的購買力增加 實質薪資還的就是購買力 那實質薪資增加的話 就代表說購買力增加 好 然後我們會提這個的話 是因為 那時候是9月 主席處 有一份這個 有一份新聞稿說 我們的這個薪資 台灣的實質薪資 退回到 民國87年的薪水 好 然後如果 按照最新的資料的話 這邊是4588 然後這邊 這邊是一樣的 這邊 稍微高一點 然後這邊的話 這邊算出來的 這邊變成95.8 大概95.8 這邊算出來95.8 那95.8 相當於哪一年的水準 相當於這 86.87年的水準 所以我們的實質薪資 套退到17年的水準 也就是說這17年來 勞工的實質薪資沒什麼變化 也就是說勞工的購買力 沒什麼變化 也就是說勞工的生活水準 沒什麼變化 雖然我們這段期間 我們的6HGB是增加了 可是呢 這個經濟成長的過時 勞工並沒有分享到 那這一點就從 這一年大概95.8 然後跟 倒退到大概14年 14年之前的這個水準 好 那你看到這相關報導的時候 最近也有這個 也有相關的報導 好 那你都可以看到 我們的實質薪資 倒退到十幾年前的水準 好 那它就是根據這樣的 根據這樣的計算方式 那種 每一點平均的 工業跟服務業的 平均薪資水準 然後呢 每一點的 這兩個相處 跟100 就可以得到 那一點的這個 這個 實質的 實質的薪資 所以當然也可以直接比較 就是說 我們把它標準化為100的話 那你更能看得出 這標準化的過程可以理解嗎 好 那為什麼我們這十幾年來的 勞工的實質薪資 沒有領生 你大概可以想像 如果說呢 如果說呢 比如說你月薪 你生產出來的東西 一個賣100塊 然後呢 你一個月呢 可以生產出30個的話 那廠商不用你的話 可以讓它移收增加3萬塊 然後它願意付給你的薪水 大概就是2萬多塊 因為它或是其他的這些支柱 好 那如果說呢 你的生產力提升 嗯 100塊東西 你一個月呢 可以生產6萬 60個 那你對公司的這個 產值的貢獻 是不是就是6萬 那廠商會不會 會不會 會以更高的資格薪水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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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你每個月產量是60的話 你可以增加公司六萬塊的民手 那如果你薪水只是三萬塊的話 他當然也會顧 然後呢 那其他人薪水也是三萬塊的話 他當然也會顧其他人 那如果大部分的廠商都有這樣的情況的話 那所有的廠商都會不用勞工 那勞工的需求增加的話 那工資會不會漲 工資就會漲 好啊 所以簡單來講 你的這個工資 特別是實質工資 就反映你的生產力 那我這段期間實質工資不變 實質工資沒有什麼變動 一個解釋的原因 就是勞工的生產力沒有提升 勞工的生產力為什麼沒有提升 那可能跟我們高等教育政策很快 因為我們 我們在這段期間 大福開放的這些大關越小 然後十幾分就可以考上大學 所以說他每次產力可以考到哪裡去 我們在算大學畢業生的平均情形的時候 就把所有大學畢業生 如果找到工作吧 他的薪水把它挺去 不管你練的大學好壞 不管你起心高低 我們就把它 我們就把它 通通把它挺去 再合起來挺去 好 那所以說台灣的 台灣的實體薪資 沒有十幾年 倒退到十幾年前的水準 那一個原因可能是 就是我們留在 這段期間 我們的這個勞工生產力沒有提升 好 那我們勞工生產力為什麼沒有提升 好 之前有一個大學教授做過一項吊詞 真的大學生做一項吊詞 那結果呢 大概有一半的大異同學 每天練習不到一個小時 那你說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生產一項吊詞 那之前跟大異同學提到這22K的問題 然後介紹陳靜誠那一篇他的故事 那就是說你不要怪老闆只K的22K 那你要想你自己值多少K 那你值多少K就代表說 在老闆眼中的話 你對他的這個降始 那有戲劇的同學呢 你可以到這個戲辦 戲辦會議室呢 不可能會寫著 京州康841期 然後裡面有介紹幾個大學畢業生 然後他們的喜劇超過40K 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參觀幾天文化 然後看了他們為什麼 喜劇呢 可以到達40K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好 那最後呢 最後呢 最後這個 我們提到這個 GDP指數跟消費者物價指數之間的這個異同 好 那很快下禮拜我們就會計算完第二四章 然後我們下下禮拜 下下禮拜二 這個 這個三章跟二四章 沒有用力